Hello,大家好,我是阿杜,专业厨师专业菜 过两天就冬至了 今天阿杜挑战一下 给大家做一个五斤重的饺子王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做饺子王用到的食材有哪些 这个是香菇350克 玉米一个 猪前腿肉350克 大葱一条 鸡蛋一个 马蹄250克 这个是提前换好的面团 我们先把大葱多成末 先切成小片 然后再改刀多成末 剁好以后放入碗中 马蹄改刀先切成片 然后改刀多成末 剁好以后放入碗中 香菇改刀切成片 然后剁成末 剁好以后放入碗中 玉米先从玉米棒上切下来 然后剁成小丁 剁好以后放入碗中 猪瘦肉先改刀切成片 然后再改刀多成末 剁好以后放入碗中 馅料剁好以后 我们需要把馅料调好 我们取一个空盘 将多好的馅料倒入盆中 调入三颗盐 三颗鸡精 少许的胡椒粉 十颗料酒 十颗芝麻油 十颗酱油 十颗蚝油 用手抓匀 抓匀以后 打入一个鸡蛋 继续用手抓匀 最后我们再来上一小把生粉 进行抓匀 抓匀以后将馅料 装入碗中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制作饺子皮 先上桌面 撒上少许的干面粉 将我们提前画好的面团 放入桌上 用手开始压薄 我们不断的向面团的边缘 用力的往外拉伸 这样面皮就会越变越大 越变越薄 最后扯成一个 估计能包腊 我们馅料大小的一张饺子皮 饺子皮做好以后 我们将碗中的馅料 倒入饺子皮上 我们开始包饺子 首先把饺子的尾部提起来 左边提起来 右边提起来 用手折 左边折一下 右边折一下 左边折一下 右边折一下 就这样黄粉复复的 把饺子折好 折好以后 饺子王就是长这样的 这么大的饺子 我想了一下 最佳的烹饪方式是用水煎 水煎的话 有条件的同学 最好是选用平底锅 加盖的这种来烹饪 由于我没有平底锅 我今天找了一个 我们现有的器具 这是我们做烤鱼的 一次性铝箔盒 我们舀入适量的食用油 倒入铝箔盒中 这样的目的是 为了防止饺子下锅 淡淡在盒子上面 这样容易烧焦 我们需要把饺子 装入盒中 把饺子装入盒中 难度有点大 很重 很不好拿 最后还是放入到盒子里面去了 可以看一下 这个饺子超级的大 把一个盒子的装的满满了 下一步我们正式开始烹饪饺饺子 将饺子晃到灶火上面 由于我是一个人拍 这个镜头都已经往下盖住了 我并没有发现 这一步是给铝盒内加入一勺清水 光油是不够的 清水加进去以后 水开以后会产生大量的蒸汽 有助于饺子的成熟 然后我们开火 盖上盖子 开小火 煎40分钟 40分钟以后 我们用毛巾包住铝箔盒 将煎好的饺子移到桌面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是失望还是惊喜 那我们就开盖子看一下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是惊喜 我要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熟 用筷子将饺子皮挑开 可以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馅料 是熟了 一股股香气向我飘过来 里面的馅料油亮油亮的 这个饺子网就做好了 我现在来试一下好不好吃 今天做的这个饺子网个头大 想挑战自我的 不妨试一下 挺好吃的 这个馅料真的不错 很好吃 馅料香香的 还要拿脆脆的马蹄 来一块饺子皮 沾一下汁 这个饺子网的分量 可以够四个人来吃 我一个人是吃不了 我先尝一下 剩下的还是等小儿子晚上回来 我们一起吃 好 就这样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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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